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新歌 周深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太多了 还有无数个让人痴迷的舞台表演 今天就是无所畏惧发行一周年的日子 这是周深为游戏《求求大作战》演唱的资料片主题曲 这首歌的旋律气势特别恢弘 有一种音乐剧的风格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把这首歌遗漏了 我个人感觉这一首无所畏惧是超级棒的 周深的音色在这首歌曲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太优秀了 刚开始声音温柔 浅浅叙述 突然音色变了 高了好多 感觉有了特别浓烈而且独特的实心音色 将无所畏惧的精神传达出来 他的嗓音又极具空灵梦幻的色彩 音乐剧风格与之相碰撞 擦出独特的火花 将歌曲中传达的勇敢和果决 表达的淋漓尽致 这首歌曲充满了希望和力量 我曾不知所措 我曾怕星空会坠落夜空 就像我这一生都追不到那些梦 你的眼神无条件信任 失去过 拥有过 才更坚韧 听着周深演唱出来的勇敢 真心期待一个LINE舞台 现场感受周深的那份热血沸腾 我觉得这首歌的现场绝对能够燃炸 这就是周深 充满魅力的宝藏歌手 周深也曾说过 也谢谢你的眼神给我的力量 让我无所畏惧 让我们一起踏上挑战之旅吧 跟我之前的歌都很不像 因为他的力量感会更强 而且尤其是跟我们那个小动画里面也一样 就我们的球球们去打败那个巨龙 就你明显你看出来 他的无论是身形还是什么样 他都是完全是占于一个弱势的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需要这样一个 无所畏惧的那个力量和精神 去突破我们前面那些 哪怕未知或者是已知的那些困难 对 哪怕我现在感冒 我还是要好好的录MV 也是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 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 对对对 是啊 力量都是相互的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 把周深的无所畏惧 当作打气鼓劲的励志歌曲 我就是如此 听到他的声音 就能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量 在鼓舞着自己 迎接生活的一切苦难 加油吧 努力每一天 无所畏惧一岁了 期盼一个Live舞台 感受周深的那份热血沸腾 你们喜欢这种歌曲吗 赶紧淡去循环起来吧 越听越有力量的歌曲 喜欢这首歌 记得去听哦 你没有想到你刚才唱得那么好 是感冒的状态唱的 我听你嗓子都已经哑了 但是刚才唱得特别稳 但是就是拍MV 就是如果不唱的话 我会害怕我自己会有点尴尬 对 我都没有想到你是真唱 就是因为拍MV的时候 其实对口心就是什么 是可以对口 但是我就害怕会太假 对 我就站在那儿 我就坐在很远的地方 就听到你那个声音了 而且唱得特别稳 因为虽然我自己出了很多首歌 但是我好像里面 几乎没有出过一首 像这样比较 就是剧情比较清晰 比较更像一个音乐剧 一个作品的这样一首歌 周深还有一首歌 初听也许不惊也不喜 却越听越悲 越听越痛 不自觉就湿了眼眶 也是因为这首歌 周深被制作人郭浩伟吐槽 感到害怕 周深老朋友了 是在白声元气里边就合作过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这首歌有着叹息般精雕细琢的歌词 周深用冷清的音色 细腻的尾音处理 出众熟忍的气声 层层叠叠的和声 倾诉了极尽缠绵和决绝的感情 让听者被裹挟 进入了漫天花瓣的异境 这就是电影《白蛇2》 青蛇结起的主题曲《问花》 内心纠葛比较多 不仅仅是说好不好听 其实是可以跟影片整个故事结合起来 管剑院方面用了差不多70人的编制 去把力量把所有的宣写 毫无保留地送出来 主持人郭好为在WB说 周深饿着肚子 录了两个多小时 又补录了几个小时 凌晨一点才结束 结果凌晨两点 周深还在和制作人讨论 觉得有一句录得不好 想要重新补一下 吓得制作人直呼 不要了赶紧休息吧 被吐槽第一次因为录音感到害怕 哈哈 缘起 问花 你是我的谁 我是你的成 周深清唱真的决绝子 小声誓言 看着时间变迁 飘摇风筝线 在渺渺浮时间 谢谢 好